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如這個圖 將一個軟鐵棒 移至裝有電源的電磁鐵附近 試回答下一個問題 我們看第一小題 當開關K按下 按下就是導電了 導電以後這裡是正極 所以它電流會這樣流出來 電流流出來的話,電流是這樣流的 電流這樣流的話 所以電流這樣流 所以這裡是N級 這裡是S級 那這S級的話 它會磁化這個軟鐵 使得這一端的話是N級 這一端是S級 好,讓我們來看看它為什麼 好,當開關K按下的時候 按下去 請問電磁鐵P端 P端是這一端 即軟鐵棒R端 持幾為何 這是S,這是N 所以S跟N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多少 應該要選D 這是第一小題 我們看第二小題 如果要增加電磁鐵對軟鐵棒的吸引力 下列哪一個方法是沒有效的 你要增加它的吸引力的話 就是要增加它的磁場 那你可以增加它的電流 你也可以增加它的圈速 因為我們曉得這個B 它是跟那個單位長度的磁數乘正比 也跟電流乘正比 那他說是無效的 我們看看A選項 他說增加電源的 電壓 電源增加的話 電流會增加 這可以 這樣我們看看B選項 增加電磁鐵的線圈圈速 這個也可以 阿上我們看C選項 將電磁鐵線圈內的鐵棒換成銀棒 這錯啦 這個反而什麼呢 反而會減少 因為這鐵棒是磁吸物質 所以它會加強磁場 那銀棒的話 它不是這個 磁吸物質 所以它把它的磁場會變小 因為它沒有辦法增加它的磁場 所以C這個是錯的 這樣我們看B選項 將電磁鐵移進軟鐵棒 這個會來 移進軟鐵棒的話 因為它越靠近磁擠的話 它磁場越強 那你如果要越靠近的話 它吸引力就會越大 所以這是對的 所以錯的是C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C 第二小題應該要選C 對 對 對